大家好 又回到職場教導知有問必答的環節 今次新的嘉賓 依然有Rathy 為家庭觀眾解答問題 你好 Rathy 你好 家庭觀眾可以繼續把握機會打電話給我們 電話號碼是204-6566 又或者可以傳電郵給我們 電郵地址是askfbschannel.com 先和大家跟進大使最新的表現 恆新指數這一刻的升幅截了少少 是升165點 做19211點 期指是升189點 暫時低水25點 做19192點 看國企指數 暫時是升166點 做10134點 接下來 Rathy 想和你解答一下家庭觀眾的電郵 這裡有位李先生 想問三隻股份 我們逐一解答 第一隻 想問銀河娛樂 27號 他買入價是19元買入 現價15.58元 暫時都在虧 他就想問一下他應不應該賣掉它 還是短線先保持它 還是好像剛才說 賣掉它 而拿回貨幣在手上 你怎樣看 如果先講銀河娛樂方面 的確 你說19元左右這些買 距離現價短的確 距離三萬多元 這價位 賬面上虧損都達到三元以上 其實我常常建議 如果你肯的時候 受到你也真的問得 好不好拿到錢去搜 我覺得這一刻 我也挺建議 就算不是傳數估出銀河娛樂 我都建議減遲部分會好些 因為為什麼這樣說呢 不是說不看好整個澳門博彩業的前景 但之前一直都強調 始終現在 之前是厲害 勝福 但到勝福完這麼強之後 你看這一陣所謂的調整 其實幾個因素夾雜著 當中來說 當一個環球經濟不穩陣的問題 不穩陣的時候 會不會大家都在怕 以澳門做消費或者博彩的人士會有所減少 特別是內地方面 仍然都是一個重景政策的時候 特別以內地旅客為主的澳門博彩企業 會在這方面收入有大打指購的現象 所以接下來 我覺得某程度上 一直以來看澳門博彩股的 看的澳門博彩收入 與其上 仍然保持著不錯的走勢 但相對來說 我覺得升勢 就未必及上半年或者下半年開始 那麼厲害 最多都是平穩向上發展 雖然某程度上 在博彩收入平穩發展的時候 股價來說 能夠回上去 也算是比較難一點 因為始終內地旅客升幅的確是過大 再加上來說 這幾層 特別是這些板塊 例如豪島板 或者水泥板 全部之前叫做熱炒的板塊之餘 也算是一些基金等等 是相關很喜歡到資金流入買入這些股份 買入之後推到那麼高 升了那麼多 無論現階段沽也好 什麼時候沽也好 其實賬面上都一定有利用在手 所以現在我試不穩的時候 其實他們相對都可能傾向一些熟迴潮 或者熟迴的反應會衍生出來 所以當護士真的這樣的時候 就正正令到這兩個板 即好像豪島板來說 近期固埋是叫稍大的 以銀河與陸為例也是 你看到這幾下來說 走勢上看的話 其實相關的跌勢是叫非常急的 或者非常大的 更何況跌下來的時候 也正正的跌穿了 即是去年開始拉上來的中期上升軌道 這樣跌下來之後 暫時這一刻都未見到 有一個分分上升軌道的第一步的現象 所以我會覺得某程度上 都意味著 接下來的走勢都會有機會 稍稍進一步調整 而所謂調整它的空間 去到哪裏才有機會停 我覺得這樣量度回 如果大家之前看的雙頂位置 正正是18元項線位置 穿了之後 所以我這個4元區間 正正拉下來 大概要去到14元邊的位置 而14元邊除了雙頂的量度跌幅之外 正正是今年6月中的低位 我覺得先看14元這些價位 應該有機會調整到這些位置 所以我會覺得某程上交流觀眾 19個多人買下來 去到這些位置 如果真的不想再等 或者怕真的會去到14元的時候 倒不如看看有沒有機會 在今天來說 可能晚一點 分回到16元這邊的位置 在這些位置做減遲好 或者是沽速全部都好 手持多點現金 或者再考慮其他部署 會來得更加直接更加好 現階段我不建議 這隻股份繼續去到長線持有 因為都怕 可能那個黃金的一個時期 其實已經某程度上行的估價上 或者實際層面上升都叫過去了 怕的話 接下來是在這些低位置 反覆復 未必這麼快可以上去住 謝謝Rofy 另外一隻 李先生想問 就是這隻883中海油 他買入價是17元 其實來現價是4.4元 現在現價是13.34元 今天跌了少許下來 只有0.1% 其實Rofy看回中海油 其實這半年的股價走勢 都不是這麼好 由3月底的高位21元 已經滾下來了 滾到現價只有13元 而近期的利好因素沒有什麼 而負面因素包括 產油是停產 鳳萊油田是停產 其實你前景怎麼看呢 例如李先生應該沽了它 還是短線還可以維持? 如果你問我 原本這隻 其實大家相對的 都覺得是比較穩陣的一隻股份 始終來說也叫一隻 即是藍授概念股份 即是規模上 或者收益業務上 其實沒有實質的影響 近期來說 Lisa說得非常之對 你見股價 在三、四月左右 叫充股原價的溫度上去的時候 其實近期 不斷受很多不同的負面因素 是達了下來的 當中所說的負面因素 除了剛才Lisa帶到的鳳萊油田方面停產之外 也正正是中期業績不理想 而且也叫下調油價 即是自己的產量 再加上這一層 油價方面的跌勢 隨著環球經濟的問題 即歐美方面的債務威尼基 其實有急速回落 以油價這麼急速回落的時候 正正會拖略整個中海油股價 也會有這麼大的調整 再加上近期停產 洩落油污等等事件之後 其實現在亦都在存在 有機會被可能索償 索償的今晚其實也不小 所以加加麻麻 令整個股價一直無法回落 即是你見近期 油價也稍微回軟 或者稍微回軟一點點 但相對中海油股價 就是彈過一層 但是彈完之後 很快又再回落 今天更加 也在試13元這邊位 所以接下來我覺得沒有錯想 你說未來會有機會大跌或漲步轉差 當然不批准有可能性 甚至乎我某程度上覺得 可能相對小一點點 但也不等於股價有個機會 先回去 因為我覺得中上線看 或者現在下半年 預下時間看 暫時都會對油價走勢 不是太有樂觀 所以我覺得未來 幾視乎回家庭觀眾的耐性 如果真的不想等 或者是見 雖然有個虧上手 但都肯去走的時候 那倒不如先看 現在這些價位13元會不會穿 如果穿的時候 先走都未遲 因為來說 除了13元在心理關口之外 也正正是由這一層 即是去年8月開始升上 那個升幅的一個開始位 意味著如果接下來13元都穿的時候 這個整個圓頂就正正做出來 更何況如果穿的時候 是有機會再跌更加深 即是將之前鎖上來的升幅 是完全抵消了 雖然我覺得 如果你說這一刻 是不是這麼急 這個價位直接穿 你未必住 但先看看13元 如果13元不穿的話 某場上有機會 稍為反反彈 如果你說到時反反彈的時候 才穿都未遲 但相反13元真的穿下去的時候 我建議怎樣 都真的要走一走 拿回多些錢的時候 亦都相對會穩陣一點 謝謝Ryfe 那最後一隻 再簡單答不答不去 就是13號和王 李先生想問 他買入價是78元 現價只有66元01號 Ryfe 你覺得這隻短線來說 會不會有反彈機會 即是回家鄉 其實這隻來說 都是一樣 看得比較淡一點 始終來說 黃黃的業務 都遍及全球 有很多不同業務 特別是歐洲方面業務 都有很多 特別是電商業務 都會怕 歐洲這樣的問題 其實有些大案都預測 接下來全年業務 有機會被拖低很多百分點 因為歐洲業務佔了四成 所以都怕短線的股價 是繼續走弱的 這一刻來說 我會建議這隻 可能要先鮮 最先為股出的一隻 暫時來說三隻 都不太建議持有得太久 謝謝你 Ryfe 我們這一節時間差不多了 待會回來 仍然有問答環節 申報一下 Ryfe剛才說的股份 沒有持有到嗎 沒有 謝謝你Ryfe 我們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互助和你談過 mellan 一 二 陰 感谢观看